那為什麼在中國華為的新手機 賣得如此 中國在他們現在的你認為 買華為買的不只是一支手機 買的是愛國新 我們這個錢買的不只是產品本身 我們是向國家向黨宣誓我們的效忠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開出去那是一種尊榮感 你開出去那個叫做認同感 你開出去那個叫做愛國指數 什麼認同感 大家都在看我敢不買嗎 是 現在特斯拉全球大裁員 在全球大裁員裡面 中國居然是關鍵 他說一般來講要裁10% 中國平均裁20% 而且他有些部分裁40% 50% 本來我這麼喜歡中國的工廠 我說上海的工廠又勤奮又聰明又努力 這個是美國工人根本比不上的 結果他這一刀居然砍向中國 砍得最重的也是中國 你說沒有辦法 因為他在中國的市占率太低了 中國的市占率從10點多變成的6點多 等於說幾乎快腰斬 不但腰斬 他現在前有狼後有虎 更可怕的是華為又推新車了 不但華為很可怕 華為是同時推出新車 又推出新手機了 是我們知道華為現在不斷跨路的電動車領域 他現在也是面臨到蘋果這個部分激起直追 追到什麼樣的情況 他現在推出新手機就是Pura的70 而且他其實宣布新機上市開賣1分鐘的時間 竟然就已經說銷售已盡了 1分鐘賣完了 1分鐘賣完了 而且排得長長的人肉 他多個型號都已經佔不受 因為已經缺貨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華為 你看這個全部都在排什麼 全部都在排這個新手機 你不要以為它是因為便宜 所以他們才去買 沒有其實不便宜 它的手機最便宜的這個新款 也要5,499塊人民幣 貴的甚至來到1,099元 換句話說其實這樣買下來 搞不好還比iPhone的一個手機 還要來得貴 那為什麼在中國華為的新手機 賣得如此 所以他一台手機要5萬多塊 是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當然就是因為 美中的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在他們現在你認為 買華為買的不只是一支手機 買的是愛國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你要看到 消費者其實非常認可 你看到這個人 你知道誰會嚇呆了 蘋果要嚇呆了 心裡想到說 現在很可怕 華為已經不僅跨到了一個電衝車領域 他連推出的新手機 在功能上 在價位上 事實上在價位上 甚至可能操作蘋果 但是人籠一樣排出來 而且短短一分鐘之內 就已經告訴你多個型號 都已經缺貨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這個情況看到了蘋果 蘋果心裡就在挫著蛋 他們現在就說 我們本來在全世界的一個 晶片這個高端的手機裡面 勢彈率高達74% 現在竟然已經面臨到70%的保衛戰 而且他最近還推出這個新的車子 是他推出這個新的車子 年成長率 竟然高達374% 銷售量暴增 最貴的車款 竟然還賣贏歐洲 賣過超過誰 賣過超過BMW 你想說價錢 他不是是說 因為低價 所以賣了超過BMW 不是 他竟然是賣了價錢 就比BMW還要來個貴耶 還有三五百萬 對那你想說怎麼會這樣 那其他最主要一件事情是 他們認為現在華為在這個車子的品質上 已經不輸這些國外的廠牌之外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誠如還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這個錢買的不只是產品本身 我們是向國家向黨 宣誓我們的效忠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開出去那是一種尊榮感 你開出去那個叫做認同感 你開出去那個叫做愛國指數 大家都在看我敢不買嗎 所以我就懂了 之前有很多的公司講 如果你要去買華為的手機 你要去買華為的汽車 我公司會有給你很大的補助 現在等於說是用舉國之力 之前美國是用舉國之力來打壓華為 現在中國反過來 要用舉國之力去支撐華為 支撐華為幹什麼 跟支撐華為去跟蘋果打 是 而且你要知道 我現在如果就講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跟美國這個關係 是一個敵對的競爭關係 你誰有錢人 誰敢開著那些國外車在跑 誰敢手上拿著蘋果手機 你如果真的話 那你不就代表跟黨的旨意對著走嗎 對幹 那不能這樣子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越是有錢人 越秀出黨的旨意 越秀出那種氛圍 所以這個 所以華為才敢開高價 來賣手機跟電 那個汽車 是 所以而且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我跟你講 現在整個特斯拉 落入了中國養套殺 也就是重複了我們當年 台商很多人在中國的投資 踢到前板的這個限局 你說特斯拉被養套殺 是 因為本來特斯拉 你賣的就是這種尊榮 你賣的就是你很多一個獨家 就沒有想到在疫情的期間 中國就說你特斯拉利來利來 我整個都補助你 而且大家全世界都在封城 都在那個工廠停工的情況之下 只要你我叫所有的中國工人 睡工廠也幫你幹出來 所以是不是那時候 那個馬斯科他講的什麼 他說全世界最勤奮的工人 就是在中國 中國工人好用啊 做到凌晨三點還不願意回家 直接睡工廠 所以那時候他多衝撫中國製造 多對於中國工人的勤奮建議 喊讚 結果你就是因為這樣 一步一步被中國圈進去 你幫中國製造的就培養起了整個工藝鏈 整個整個電動車的工藝鏈 都是經由你特斯拉這樣的培訓 經過兩年的培訓 你所有技術都被人家 那現在特斯拉在中國很慘嗎 非常慘 他慘到什麼地步 他在中國很慘 很慘他本來其實工作 他只休0.5天 整個工廠是一週至少工作6.5天 就你現在知道 中國的特斯拉工廠竟然週休二日 週休二日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他產能不要開滿載啊 竟然只開七成 為什麼你產能只開七成 因為我庫存堆滿監啊 他以前知道賣100台 他那個倉庫裡面庫存 大概有40台50台 那現在你知道他每賣100台 庫存裡面竟然多達60幾台 那代表什麼意思 銷售週期拉長 銷售週期拉長 賣不掉 而且很可怕喔 他現在包括Model Y 包括Model 3 都消價 消價在5000塊人民幣 還是一樣 那個稍售期拉長 這代表你現在越來越 已經賣不動的一個情況 難怪這一次特斯拉宣布 全球平均財源10% 但是中國廠20%起跳 最多甚至財源50% 所以砍最多是砍中國 砍最多是砍中國 那也是讓因為這樣子 而且他提出的優惠是N加3 什麼叫N加3 如果你是3月進來對不對 那你現在才做一個月 我給你4月的離職金 代表著 我就算要花大錢離職金 我也要你滾 因為這個中國市場 看起來越來越慘 它已經面臨到一個生死存亡 如果不透過這種方式的話 恐怕會拖垮它 而且更可怕 難怪有人講說 現在講特斯拉 新車新技術的中國這個網站 在上海 居然用光環吞去來形容它 是 而且你要知道 陳幾何時 那個馬斯克對於中國工人 讚譽有加 結果現在翻臉筆翻書怪 絕情得很 好幾個人就是什麼 4月15號就去 聽說要裁員 結果問那個主管 主管說我沒聽說 隔一天主管自己都走了 主管聽著 然後你到 這麼狠 中午你也走了 所以就換句話說 他們現在是美國人是這樣子 當你好用的時候 我用那個優惡的獎金 人家外面只有人 工資大概五千塊 我用一萬塊保你 然後你連開刀 你連幹嘛 我全部都津貼 全部都把你移養 但是到現在 當你這裡已經不再是金雞母 當你中國市場 節節衰退的情況之下 美國人翻臉跟翻書一樣 說砍就砍 所以現在全世界只砍10% 但中國這個部分 至少砍30%起跳 走 按照華爾街日報 他們也提到說 華為從美國制裁中反彈 2023年的淨利潤 竟然翻倍 是 可是美國不是已經死盡洪荒之力了嗎 對 現在又有一個最新的禁令 這個禁令剛剛講到 166頁 包括什麼 你現在AI的晶片 包括AI使用的工具 全面封鎖 這樣子上窮壁落下黃泉的封殺 華為還可以存活 抱歉 實際上3月29號的時候 美國公佈了一個新的禁令 而且3月29號廠商收到規定 4月4號就生效 不到一個禮拜 速度相當之快 廠商說我們都還沒有研究完 就已經生效了 好 你看 美國為什麼那麼緊張 因為他們看到最近華為 剛好公佈它的財報 包括我們跟他講 華為從2018年被美國這樣打壓之後 2018 2019年的時候 曾經一度它真的業績不太好 我們到底是華為完蛋了 對 可是它現在慢慢的從谷底攀升 我們現在給它最新的財報 去年的財報是7042億營收 然後折合新代幣是3.1兆 年成長9.6% 大概10% 比較驚人的是什麼 它的獲利 它2022年的時候是355億 去年居然來到了這個870億人民幣 折合新代幣是3845億 年增了1.45倍啊 也就是說你已經真的從谷底翻升 你獲利是前一年的1.45倍了 而且讓美國看的最為緊張的是什麼 你看 我們仔細來看 它裡面有非常多的分析對不對 ICT的基礎建設就是5G基地台這些 這個年增很少 但是有兩個東西它年增非常多 第一個是這個 中端業務的收入年增17.3% 簡單來說就是MAT60 另外一個就是雲端業務 雲端業務來說增加了21.9% 簡單來說就是中國的AI現在 反正不用美國就用華為 所以我跟他講 雲端運算 對 所以我跟他說簡單的來說 就是現在中國是請全國之力 在灌輸華為就對 中國你嗆毒啦 我華為能夠活得久 還是你美國能夠制裁我制裁得久 所以你說中美的對抗 中美對抗裡面最重要的籌碼就是華為 美國就想盡辦法把華為給打垮 可是中國就拿華為跟你嗆毒 對 美國要打華為 中國就把全部的資源 全部灌輸給華為 這個相當相當明確 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美國現在最新的禁令是什麼 他這個叫做 這個實施額外出口管制的禁令 他裡面來說的話 他刪除了一些東西 但是他加了把澳門列進去 就澳門過去香港在管制行列 他現在把澳門列進來 然後還有所謂D5 D-5的國家組 這裡面就包括說像中國 然後採取所謂的推定拒絕政策 什麼叫推定拒絕政策 就是你每一個case都要跟我review 我是一個c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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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case這樣的做 所以你想賣什麼東西 給中國要美國商務部同意 對 然後它裡面還有技術的級別 還有身份的客戶 你都要給我弄出來 還有合規計畫等等 你都要全部審核 簡單來說 這就是我對中國所有的AI產品 還有半導體的東西 我要逐項擴大檢查 難怪雷蒙多角 我每天早上起床 我都要想一想 我對中國有哪些做得還不夠的 結果我看到了華為的財報以後 在加碼 對 還有第二件事是什麼 他說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你只要涵蓋被我們美國管制的AI晶片 還有任何工具生產的東西 裡面的最終產品 包括說筆記型電腦也不能夠賣 也就是說 我已經在美國賣 做好組裝 弄好了筆記型電腦 裡面只要有這些美國不合規的任何的 零組件或是什麼 全部都不能夠賣 雖然是美國這一個精靈來說 我覺得是相將打擊的相當相當的全面 所以我裡面有AI晶片 包括你的手機 包括你的筆電 都不能賣到中國了 不能賣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講為什麼美國會那麼緊張 除了看到華為的這個晶片 華為的業績讓大家笑一跳之外 這是NVIDIA 黃仁勳自己都說 他自己都承認 華為是我們在AI晶片領域的 非常重要的競爭者 然後與華為在AI晶片展開激烈競爭 包括CPU GPU還有網路晶片 所以那是連黃仁勳都不敢看清華為 你就知道說美國這樣打壓 絕對是 我覺得接下來應該還會有更多策略出來 對付華為 他真的對NVIDIA會產生威脅 對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最近 這個習近平在見到外企的時候其實蠻開心的 因為市長華為 他這個心理的大使已經活過來了嘛 所以導播我們看到華為利潤增長情況 從這個表就可以看到 到了2022年 你還掉得非常兇喔 2023年整個翻轉回來 對 沒錯 那裡面來說成長最多就是半導體部門 他過去海獅就是說一定要搖搖欲墜 但他現在為什麼能夠重新活過來 因為兩個原因 第一個 因為他現在MAT60熱賣 他海獅很多晶片可以賣出去的 第二個是什麼 現在很多AI的這個晶片 什麼它的這個升騰90 全部都是由海獅升弄出去的 所以就是說中國現在 反正現在中國不是有個Delete-A的計畫嗎 Delete-A的計畫大家都全部用 把美國去除 用華為就對了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現在 而且華為還有研發什麼 包括說像鴻蒙啦 昆蓬啦 升騰等等很多 所以他其實還是砸錢在研發 可是我不懂是 如果都已經把AI的技術進行封鎖了 那你中國從哪裡可以有AI的能力呢 而且事實上我們必須說啦 黃靖勳說其實在過 為什麼華為會是他重要的敵人嘛 你知道 事實上在2018年 保證我剛才講2018年 在這個華為被中國制裁之前 你知道全世界GPU做的最好的公司 是哪一家公司嗎 華為 是華為 這假的 Media跟華為當時兩個技術是差不多的 只是說呢 因為華為當時沒有把GPU當成是一個 他們重要的發展的方向 當時這個 黃仁駛是把GPU當成這個重要發展對象 當時的說法是兩個人的運算能力 是差不多的 只是後來因為美國打下去之後 你沒辦法用台積電的5奈米 3奈米的技術嘛 所以你當然就沒辦法嘛 這全世界第一個用台積電3奈米的 就是華為 對 那這樣華為現在 華為現在現階段喔 我們知道他不是在這個中國的這個 這個河海雲端資料運輸他還弄那麼好嗎 因為他還有另外一顆晶片還在 那就是當年的這個騰訊910還在 深騰910還在 寶傑這顆晶片他現在還可以賣 所以目前中國的AI還可以用他這顆晶片 這顆晶片就是2018年台積電最後一批 無奈米就是幫他做的 最後一批 做到現在為止他還可以用 那你知道是 你就知道說他當時2018到現在為止來說 他其實人家就說這顆晶片 對標這個NVIDIA產品 雖然是落後 但是沒有落後很多 你看2018年 所以當時傳說 當時華為是一台飛機一架飛機一架飛機的 把台積電的5奈米全部送到中國 對 中間就是這個深騰910 所以他現在還有很多庫存的晶片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他的厲害之處 另外一個他現在不是找了這個中芯 找了這個中國的半導體幫我生產 尤其是中芯 而且那中芯他也剛公布他的財報 他公布財報之後他獲利的頭頭頭 他獲利他毛利去年還有30% 之前還有30%他現在降到15% 掉一半了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中國命令你中芯你就給我支持華為就對了 你反正你有什麼洪荒之力 不管你你虧錢那是你家的事 但是你一定要支持華為 所以他為什麼你看 MAT60去年不是賣到很多嗎 對 現在不是說MAT70要出來了嗎 P70要出來 為什麼 因為華為已經 因為中國已經接到所有命令 包括中芯什麼 反正華為所需要什麼東西 你給我打招就對了 你賠錢都沒關係 要讓華為活下去 所以同時常講 中國喜歡集中力量辦大事 對 現在這個集中力量辦大事 就是辦華為 對 所以他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而且你知道 目前NVIDIA他不是有到中國去 他有兩顆晶片嗎 這個H20嗎 還有L20嗎 這兩顆是被降規的 那降規的時候你知道 保潔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這個華為怎麼辦啊 他們過去呢 我們的這個晶片拿出來賣 因為目前為止 華為在中國晶片 一顆可以賣到好幾十萬人民幣啊 結果他也開始出來 華為去年推出這個GPU了 上市都7萬人民幣 但他也漲價 因為你NVIDIA講他 我也漲價 現在已經來到12萬 所以你漲我也漲 那不是只有60萬一顆 而且你的算力 我們就講嘛 因為他的這個算力 因為輝達現在被美國要求算力 他的這個算力來說 比他最巔峰的產品 他現在大概約莫降到八分之一的算了 那其實跟之前的回答 差不多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在買什麼 買這個所謂華為的晶片 舊晶片 所以像黃瑞君最擔心的是 如果華為在中國有這個市場 他就有錢 有錢他就可以研發 他就可能突破工作 他現在怕幾年之後 萬一讓他們在晶片製造技術突破的時候 哇 那你就完蛋 所以才跟他講 現在華為的想法是什麼 我就忍個幾年 我就在等 等中國的半導體的技術 如果突破的時候 到時候就輪到我來發牌 所以這就是目前為止 任正非在想一件事情 所以才講嘛 為什麼美國 我要對你殺傷力越來越重 因為他知道我說糟糕 我再不把你捏死 假設讓你中國半導體出現變化的時候 那我可能就控制不住中國了 那事實我不懂 現在阿里巴巴也受重傷了 騰訊也受重傷 你更不用講他的房地產 他這樣倒成一片 為什麼華為是打不死的蟑螂 華為到底何方神聖 華為為什麼這麼厲害 簡單來說華為是全中國所有最有聰明的腦袋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我怎麼這樣講 我跟他講 我們這種薪資 我們台灣的台積電當然非常厲害 聯發科非常厲害對不對 我們的薪資來說 聯發科來說 平均2023是384萬 那另外包括我們台灣的台積電來說 是279萬 可是你知道華為來說 他的這個年薪來說 有310萬台幣 而且他的平均月薪來說 高達26萬台幣 到2021年 2021年 而且現在又越來越多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整個年收入 突破兩三百萬的比比皆是 也就是說 我們跟中國的GDP 我們是他的這個三倍到四倍 他華為公司 跟我們中國的一線公司 年薪差不多 所以這些人 都是中國最聰明的腦袋 最聰明的都由誰來用 由任正非來用 那任正非我們必須說 他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老闆 因為第一個 你現在在網路上查他過去的資料 我們知道他是解放軍出來的 那他之前搞什麼 沒人知道 另外他的家庭狀況 你看他有一個女兒叫孟晚舟 有一個女兒叫姚安娜 大家他的生活狀況 大家完全搞不清楚啊 他的女兒的姓氏跟他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寶傑那他裡面的多少股份 也不知道 他的大股東是誰 也不知道 反正這個華為公司是非常神秘的公司 那他跟這個習近平的關係 就很好啊 你看當年孟晚舟被抓的時候 寶傑你知道 聽說是習近平親自 他親自要把孟晚舟弄回來這件事 是他自己指揮 你說從加拿大回來 所有的流程 甚至你下來怎麼破紅地產 對 都是習近平一手 而且他還親自跟美國當時的 拜這個川普總統跟拜登總統 都講過這件事 他在很多次會議裡面來說 我們講那種國際大事 還講那種俄物戰爭 講完他就講孟晚舟 所以他很重視這件事 所以習近平跟華為 習近平跟任正非之間 對 有我們不知道的關係 對應該說 中國官方跟這個華為的關係 是相當相當是密切 雖然我在講嘛 為什麼美國要窮盡一切力 要打壓華為 因為第一個 他中國舉國之力在支持他 他又有中國最好的人才在這個地方 我不把它打死的話 那當然對美國來說 永遠將是一個大壞 而且事實上你說 現在這個發展很清楚 未來就變成了一個 中國製品跟非中國製品 而非這兩個是走完全不同的路 是的沒錯 而且現在中國可怕的是 它這麼大的市場 對 是真的有可能養出來的 而且我跟大家講 事實上連蘋果都有可能會認 認這個所謂中國的這個系統 我們不是說過嗎 全是有兩個系統對不對 蘋果現在怎麼搞 因為AI來說的話 現在接下來蘋果是準備怎樣 他在中國用百度的系統 然後在海外用Google的系統 那為什麼要說中國用Google 用百度的系統 因為他絕對不會出錯嗎 總不能AI你用Google的時候 他給你打這種所謂 習近平是壞蛋這些事 所以這樣實際上他都屈服了 所以告訴你說 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註定會成為兩大陣營 一個是中國用的系統 一個是美國歐美用的系統 你說中國發展AI恐怖 而且美國就要完全封鎖 是中國發展AI的概念 跟全世界是不一樣的 當然不一樣 因為中國的GDP總共 人均GDP只有一萬兩千多 一萬兩千多塊美金 台灣有三萬多塊 台灣全面發展AI有道理 我們整個開始新工業革命 中國有那麼多人失業 他搞這個自動化幹什麼 他幹嘛 所以他沒有必要 要全面性的搞AI對不對 只有一個東西要AI 什麼 軍事要AI 其實他搞AI是為了軍事目的 當然是為了軍事目的 因為他的軍事目的 他的飛彈跟他的無人機 跟他的這個所謂的這種 先進制導能力 能夠跟美國一決勝負 主要是這個目的 對 因為完全 他是哪來打仗用的 演算能力要跟美國可以 有夠一比高下 你看到俄烏戰場就很清楚 對 烏克蘭的人那麼少 力量那麼小 然後每一次的精準打擊 都能夠打到 能夠擊中目標 對 這個給中共 跟中國解放軍多大的教訓 所以他一定要全面發展AI 所以第二個你看到他這個 這我要發展AI 因為我要有能力 設計 生產 製造 而設計 生產 製造 唯一的就剩下華為了 那我只能舉全國之力 來維護它了 我們要這樣講 AI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所謂的演算 演算的方法 像GPT Chat OpenAI這個東西他們做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所謂的 這個計算能力 就是所謂的這種華為 就是NVD 他們現在做的這些東西 硬體的 就是軟體 硬體 數據 Data 三個東西 組合起來叫AI 好不好 那現在目前來講 在這個裡面 都要有一個東西 叫人才 你知道嗎 過去30年 中國因為美國的關係 它的所有技術 都來自於美國 對 這個不要吹牛了 所以到今天為止 在美國的AI實驗室裡面 有一半人都中國人 中國人到處都在搞這個東西 你說美國的實驗室 AI實驗室有一半是中國人 都是中國人 所以到現在為止 現在中國人大量回國 而且現在美國 為什麼他把美國的大學 有關這敏感的部分 不收中國學生 對 從晶片法案開始 他整個都封殺掉了 但是這些中國人 還是世界最優秀的 他已經學到了 也回去了 這個數值非常高 數量非常大 通通回到中國了 現在你美國不要我 就他回中國 回中國發展AI 所以他目前發展AI 像這種 像華為這種 一點都不要擔心 他的技術來源 那就是美國來的 所以你 好 那怎麼 他能封殺什麼東西 封殺就一個東西 就是他的硬體 可以被封殺掉 印尼是台灣做的 封殺台積電 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 為什麼雷蒙多 一天到晚 想台積電 想NVIDIA NVIDIA 整個全面封殺 所以這個NVIDIA跟 跟他的中芯半導體的差距 GBT差得很遠很遠 所以華為只是一個 AI Server的公司 但真正他的晶片哪裡來的 中芯 還是中芯 中芯現在聽說 可以做7奈米 他可以有什麼麒麟晶片 一大堆 那都是說說而已 還有我們另外 講到什麼 因為我們講到 有三個要件 三個要件 其中有一個要件 叫做Data Data叫什麼東西 中文叫做參數 那中國的參數 現在我們最有名的 次數GBT Chat 現在已經發展到3.0 現在已經到4.0了 再來提出發展到5.0了 因為你要人機 能夠對話的話 他的技術才能夠 才能夠 它可以自我學習 每一個角落 帶動全面性的 AI的應用對不對 好 那中國有個大問題 中國是新聞不自由 他的 所有資訊都篩選過的 他所有的進入 進入谷歌的 或是進入百度的 通通都是被小粉紅篩選過 中宣部管理篩選過 所以他進去的語言 跟出來的語言 通通是小粉紅 那怎麼會進步呢 所以他是扭曲的語言 他的大型語言平台也有 可是他的語言是扭曲的語言 他的資訊是錯的 他並不是像我們台灣 或是美國用的 叫做先進的自由民主 而產生的一個 產生的參數 他那個叫做常數 那我們現在自由世界 用的叫參數 那參數就能夠 生成所有語言的 跟畫面 跟等等的科技的進步 可是因為你這個 中共的體制不自由嘛 所以你能發展出硬體沒有錯 你有很好的工程師沒有錯 可是他在思想上 在語言上被控制了嘛 所以變成扭曲的參數 生成不了進步的這種語言嘛 所以這變成他有些先天性的 結構問題 那你現在就算有AI工程師 你還做得出來嗎 他做得出來啊 可是我剛剛講的 他丟進去的參數 這全世界最大 他的有一項全世界第一名 大數據 他有一項大數據 人臉辨識系統 他的目前領先全球的是 人臉辨識系統 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沒有一個data 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找到那麼多的人臉的 這種資料 只有他做得到 他沒有人權問題啊 他在每天他監視器裡面 跟你拍了照 就把你丟到他的大數據裡面去了嘛 那這個人臉辨識系統 所以他的辨識能力 可能是全球第一名 對 華為現在第一名沒有錯 但是在其他的應用 跟其他的相關AI條件 工程師全世界第一 我沒有確定了 那我五年後咧 三年後咧 就落後了 就馬上 因為他沒有進步啊 因為這美國這些大型實驗室 我剛剛講的 GPT切的已經要快 不是他進去了 馬上做了這種大型語言平台 做到5.0要快出來了 那他還在使用在2.0的東西啊 所以他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晶片法案 把他們卡死了 讓整個國家沒有辦法進步 而這個國家只有軍事才需要AI 其他的產業 他不需要AI 因為太多失業人口了嘛 他養活這些人 他要做到1萬塊2萬塊3萬塊 人均GDP的話 不要用AI不能用AI 用AI反而導致人口失業率反而會成長 所以他只有軍事才要用AI 對不對 你說美國現在需要台灣不只是地院政治 因為在技術上面 在科技上面 如果沒有台灣的話 你根本打不贏中國 剛剛講的亞利桑那 你根本做不起來 所以張宗茂說 以前我工作跟生活要平衡 我都不懂說 現在這些美國人在想什麼 第二個就是 那我不去美國 我去墨西哥吧 墨西哥更慘 現在我們聽說台商在那裡 都要請保鏢 為什麼要請保鏢 你不請保鏢 就有人進來偷東西了 是啊 台灣剛好就在美國所謂的供應鏈的一個中心 那你知道張宗茂他以前是在美國長大的 他知道美國的狀態 那以前張宗茂在的時候 其實那個年代來講的話 大家都非常勤奮 但是沒想到 現在台積電到亞利桑那投資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看不出來說 為什麼亞利桑那弄不起來啊 這麼懶散 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啊 那變成說美國的這個整個勞工市場 基本上無法去支撐他的製造業 那今天好了 他的不是北美自由貿易的概念嗎 那你就到墨西哥去好了 沒想到墨西哥也是一樣糟 為什麼墨西哥很糟 治安不好嘛 或者是偷東西的一堆嘛 或是用了這個中南美洲的一些外來 這個所謂移民到這裡來講的話 他們的工作狀況不是那麼好 所以後來來講真的 北美市場製造業做不起來的 台灣的管理人員講 他們要依賴私人保安來防止當地的黑幫 我到墨西哥去 當地的黑幫會來搶劫工廠的晶片 跟其他貴重的設備 他說墨西哥的工人不像中國工人一樣 願意長時間的加班 墨西哥的工人也有工會 工會他的條件跟美國是一樣的 而且你知道拉丁美洲他們非常浪漫 你知道嗎 有時候跟你罷工一下 有時候又是不工作 他要自己的生活狀態 每天都遲到 這怎麼做得了製造業 所以怎麼辦呢 你看到最近來講 雷蒙多他跑到亞洲來 跑到菲律賓去 然後跑到泰國 跟菲律賓講說 我要再加碼投資在菲律賓的 半導體的相關產業 所以從北、日本、台灣、菲律賓 然後到東來亞這些國家 你知道美國現在最麻煩的一件事就是什麼 以前都在靠中國叫做世界工廠 那世界工廠OK 如果兩個相安無事就沒有問題 現在問題不是 美國要把中國切斷的情況之下 他要尋求替代的所謂的勞工市場 以前川普一講 讓美國再次偉大 而且他要回到美國製造 回不去了嗎 回不去啊 因為回去之後這個狀況就是說 美國製造業扶不起的阿斗的概念 所以他必須要再重返到亞太來 重返到亞太來 就只有找東來亞國家跟台灣 還有日本這些國家 一起來幫忙 所以變成說美國他做高端的 然後這些其他的部分來講 還是回到亞洲地區 那這個亞洲地區來講的話 只要撇除中國 美國什麼都可以 好 玉鳳 另外這你不講嗎 現在美國國會想盡管辦法 我要把TikTok給趕出去 要不然就是什麼 要不然就是你的字節跳動 跟TikTok要給我切開 要不然就幹嘛 你要不然就給我關掉 現在不只是TikTok 他說我現在看華爾街什麼好想 現在不是TikTok 連小紅書都已經進到了美國去 然後說美國的時尚代表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美國真的很擔心 第一個 你TikTok還沒搞定之前 你現在小紅書又出來了 小紅書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你就想想看 你就把它想成是美妝版本的 一個抖音 你看TikTok現在來講 對 都弄不掉之後 現在來講的話刷過去 真的都是滿滿的東西 而且為什麼那麼厲害 因為都是AI 我之前才PO了一個 我跟我女兒的東西 馬上再看小紅書 他就生成了一個 他就偷出來了一個 爸爸唯一的功能 一直刷給你 一直刷給你 他只要看過你的東西之後 他就可以一直推出來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為什麼現在美國人 很瘋這個東西 其實一開始小紅書 是怎麼侵入到 美國市場裡面的 你只要在小紅書上面 丟一個東西 你可以幫我劈圖 結果很多的大陸的網友 就免費幫人家劈圖喔 然後劈得又乾淨又漂亮 然後甚至來講 他們有一個新的功能 叫什麼 叫做聽券 很多人你在美國來講 Ready的他們講說 我想要變漂亮怎麼辦 結果他們都說 這些東西都是有害的 他都會幫你說 你沒有救了啦 你要去整形啦 但是你在小紅書 如果潑上去之後呢 你看我潑了我的照片 他馬上叫你說 你應該怎麼用 這個白色叫light 就是說你應該 就要把你的臉 刷得比較亮一點 額頭呢dark 你在額頭的話 要把它生的 要把它弄一個比較 深色的話 你這樣就會變漂亮 所以呢很多的美國人 尤其是年輕人 青少年就很喜歡 用這個軟體 小紅書 對小紅書 好重點來了 你以為他是免費 告訴你這些東西了嗎 教你怎麼美妝之後呢 下面就是連結 你就去買了 美妝產品 對所以他要連結到另外一個 大陸的他們那種APP 你就可以直接去點購 這東西來講的話 已經深入到 美國的一個市場裡面了 所以他根本就是 等於說這個 帶貨的 對重點到最後都是帶貨 可是呢 那柯文哲應該去小紅書啊 對這個東西 如果柯文哲去用的話 就很方便 因為美國人就很喜歡這個東西 而且你只要連結之後呢 東西又快又便宜 啪就直接到了美國的家裡面 所以呢現在來講 美國的政府這個T-tac還沒搞定之後 還沒搞定之前 小紅書又來了 好另外來講 紐約時報講了一個數據 在三年前喔 大部分的AI人才在美國 美國佔了多少 59% 59%大概是六成 可是呢現在來看的話 擁有的AI人才只有42% 你說從五成九到42% 對從五成 從六 將近六成掉到四成多 可是另外來講的話 其實大概有三分之一來自中國大陸 這個來講的話 變成人才的一個改變 另外來說的話 有三個天才少年 他們現在來講的話 很多很多人融資給他們 這三個天才少年 大概融了100億 其中我們比較熟悉的是楊梓林 楊梓林本來就是在做這個 大型語言模型的一個生成 他已經到多少了 超過10億美元 我們知道10億美元 就是一個獨角獸 已經到了25億美元 他做什麼的 對他做這個中文的這個語言的 一個生成模型 現在來說的話 其實他們有非常多的人才 也做出非常多的企業來了 在中美對抗 或者是中國跟西方世界對抗裡面 之前本來講的 在中國電動車裡面 他也是獨霸全球 對 他現在的外銷量非常的高 跟你說有個新的發展 也就是全世界現在要結合起來 對付中國 對 全世界要結合起來對付中國 它不是按照現在電動車的遊戲規則 它要改變遊戲規則 改變什麼遊戲規則呢 改變電池的遊戲規則 沒錯 所以我們都知道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電動車在全世界可以說是市占率40% 全世界市占率40% 這個遙遙領先 中國電動車 對40% 所以那有一個國家相當緊張 那就是日本 那日本有多緊張嗎 寶傑那事實上前一陣子的 這個日本的這個東京車展的時候呢 這個日本的這個豐田張蘭 他還特別去比亞迪 很多這個中國車展 去看 看的時候覺得啊糟糕 這個我們打不贏 所以在電動車市場裡面來說 寶傑如果按照現在的格局的話 日本死定了 所以日本 打不過 對所以現在日本呢 他們已經知道說 糟糕我們現在在這個世代 我們打不贏你 所以現在日本呢 取國之力 他們把這個未來的電池 壓在一個叫做固態電池上面 固態電池 對那這個技術呢 歐洲目前也在壓住 美國也在壓住 他們都希望說 在下一次的固態電池裡面 我們可以扳倒中國 你說我要彎道超車 中國只靠這個了 這個電池來講話 他是用這個所謂液態的 就是說他用這個電解液在裡面 那為什麼車子容易爆炸 因為液態本來就很容易流出來嘛 你只要封裝的不好 他就會流出來 流出來之後爆炸 然後因為液體呢 他的這個性能的關係呢 他過熱過冷 他都會比較差嘛 這個液體的本來就是這樣 雖然日本就說 那我們不要用液體 我們用固體 用固態 固態的話第一個 你封裝很好封啊 你不會這個有液體弄出來 因為以前你只要液體卸出來的時候 你就有整車爆炸 對 中國也知道你要想這個件事情啊 所以現在重點在什麼地方 寶傑 重點就是在這裡面的材料 你要用什麼材料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 日本 歐洲領先中國 對 他是領先中國的 中國在這一塊領域來說 他因為太多材料技術 日本材料技術最厲害嘛 所以我就說日本現在什麼 Toyota 電裝 他們組成一個團隊 拼命的在找 因為他們只要找到這個東西來說 絕對可以在電動車翻倒中國 最終就是他們在找的 那他現在 你現在的磷酸離鐵電池的 最厲害就是中國 是 我只好跳過這個磷酸離鐵電池 對 那你知道怎麼樣的狀況嗎 你看現在 歐洲跟日本也決定合在一起 結果接下來一段時間 他們要這個尖端材料 兩個地方要成立一個新的架構 你看 他們就要找什麼 新的電池 納電池 對 那就是未來的這個 新的這個電池 固態電池等等 所以他們現在你看 在EV電池 然後半導體 還有可再生能源設備來說 他們兩方面 日本跟歐洲 要達成一個協約 所以現在中美不在對抗 中美不是軍事的對抗 是半導體的對抗 是 它也是新能源的對抗 對 因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美國也知道 所以美國 現在美國呢 我們知道 當然你要先把中國的這個電動車 先壓住 所以美國現在準備 有一個狀況 那美國目前為止 對中國已經有這個25%的這個關稅 你電動車要輸到美國去25% 他現在就說 我們把他淘要百分之百 也就是說你一台在中國賣兩萬的 兩萬美金的 在美國就要賣四萬美金 而且他還有另外一個審查條件 就是說 除了這100%的這個條件之外 我們還要再額外再科每一台兩萬美元的這個關稅 擺明他就是不讓你賣 所以就知道 除了他不讓你賣這個電動車賣到美國來之外 他要說什麼 現在美國智庫開始說 要審查寧德時代 所以就說美國知道在這個時代 在現階段液態電子領域 當然我們壓不出中國 所以現在美國 日本 歐洲 都是在研發下一世代的這個固態電子 從這些故事就告訴我們 事實上 我覺得中國是真的 他能夠舉國之力做的時候 真的是很恐怖 所以現在你看 現在美國在舉世界之力 對 所以他現在只能夠舉世界之力 希望能夠把你壓制下去 現在美國對中國的這個所謂的晶片 還有AI產業的這個大壓 似乎已經完全不給中國活路 我們看到彭博社一個最新的報道 他提到說 現在他要封鎖什麼 你在ASMO賣給中國這些機具 你不可以再給它提供維修 還有服務 這就非常可怕 以前為了要阻止中國晶片的發展 ASMO的高階 比如說你的極子外光機 生子外光機 很多高階的產品 你已經不准賣了 現在你就算已經賣給了中國 而這些中國的這些產品 你維修未來 你要維修 你要提供零件 全部不可以 不但是ASMO這個不可以 你在整個生產的過程裡面 你需要光阻劑 你需要氣體 你需要一些化學原料 現在美國也要求日本跟德國 一些光阻劑這些化學藥品 你也不准給中國 就算你有了機具 你沒有這些生產的材料 你也不能進行 更可怕的是 像蔡斯這些光科技的晶片 這是一個消耗品 連這些消耗品 現在美國也在禁止的行列之中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現在美國已經完全封殺 讓你在AI產業 在晶片製造上面 完全沒有生存空間 我們知道 中國其實一直想要突圍 中國一直想要 可能說智力更生 現在它也發展了 大規模的一個產業生態 現在難道 美國已經吃了襯托鐵的心 要讓這個生產的這個太陽 完全變成廢墟 讓現在進到中國的這些 所謂的棘子外光機 生子外光機 變成一片廢鐵嗎 在這一段裡面 資深媒體人張宇軒 也加入我們的討論宇軒 你好 大家好 所以這個蓬勃的最新獨家 是真的嗎 有這麼嚴重嗎 難道你現在ASMO 已經賣給了中國這些 已經低階的 生子外光機 設備 服務 維修 全部不可以給了 好寶姐我們之前就說了 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封鎖 特別是半導體的封鎖 好像有開個人道走廊 給它生活 就說你可以買這個 生子外光機 然後我們可以賣一些所謂 產品都給你 可是我跟大家講 這叫做請軍入翁 請軍入翁 現在準備要給你大屠殺 為什麼要大屠殺 這一招真的非常狠 你說現在美國對中國 真正大屠殺開始了 對 這個真的非常狠 為什麼我說非常狠 你看 這是布倫貝爾發這個新聞 他說 美國敦促盟國在晶片技術上 更進一步的擠壓中國 這擠壓中國來說 他怎麼擠壓呢 他現在對荷蘭要這個 要伸出這個說 你荷蘭的政府要要求你艾斯摩爾蘭 未來怎樣 不准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維修還有服務 都不能夠給他 我東西都賣給你 我東西賣給你 我就道義上 你東西壞了我總要幫你修吧 你零件壞了我總要提供零件嘛 現在這種零件服務維修都不可以了 對 我為什麼說這招非常狠 抱歉 你知道 因為之前我不是說開人道走廊嗎 所以去年的時候 中國拼命的買艾斯摩爾的這個機台 你看這是艾斯摩爾的這個機台 本來在Q1的時候只有這個8% 這個中國只有佔艾斯摩爾出了8% 到第三季也拍了46 第四季39 拼命買 中國拼命買 能買都買 所以為什麼這是人道走廊 中國認為是人道走廊 就說我趕快買趕快買 能買能買 但是問題是你買完之後 我再給你殺招 你之前買的全部都不能用了 所以全部變成廢鐵 真的 如果沒有維修沒有零件的提供的話 買的這些艾斯摩爾的器材 會變廢鐵 完全沒有 為什麼廢鐵 保證你知道 因為裡面很多器材的話 現在德國 現在美國也要封鎖 譬如說你看艾斯摩爾裡面 他又用了晶片 晶片是誰做的 他就說 你德國菜思 你也不能夠賣給他 雖然不是只有艾斯摩爾的人 不能夠進去之外 你可以 這個中國就想 我去跟菜思買就好 我跟廠商買 不行 你沒有菜思的 這個光刻機的 這個晶片 不好意思 你沒有任何解決方案 你說晶片有問題 還不能更新了 因為沒有任何 全世界只有 菜思磨得出來 我們說過 那個晶片是要怎樣 從地球到這個台灣的 從地球到這個月亮的距離來說 誤差不能超過一公分 你知道這個是多精密 這全世界只有菜思磨得出來 所以我才跟你說 美國是真的鐵了心 讓你沒有任何發展的可能性了 而且更可怕的 剛剛講的光阻計 氣體 你曾經講過 在整個等於說 等於說 晶圓廠裡面 管子裡面都是氣體 這個氣體也不能賣了 對他現在怎樣 連光阻計還有氣體都不能給你 那光阻計 我們看光阻計多重要 我們不是說嗎 日本政府跟韓國打這個貿易戰的時候 他就把光阻計禁了之後 三星就被 偷偷偷了 他現在都不能夠賣 連賣都不能賣 光阻計的JSR 新月化學 你都不能夠賣給這個中國 這個幾乎是完全讓你動都動不了 所以 你看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 德國的這個 這個副手 他們的副首相 這個哈貝克 他本來就在這個目前為止 跟這個雷蒙座在說話 所以現在等於是 美國是灑下一個天羅帝王 所以才說 他還請軍入奉 讓你買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然後你買那麼多之後 現在全能變成廢 所以你說美國現在在這個 所謂的晶片產業 AI產業上面 是 非要置中國於死地嗎 對 那為什麼美國要封鎖 中國的晶片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現在呢 AI開始崛起之後呢 他要讓中國的AI呢 可能就盡可能的拖住你的發展 他也知道中國的AI發展是相當迅速 你看為什麼 保證你看 這是中國目前為止 這個2023年去年呢 他們在做所謂的大型地圖 AI大型地圖 這麼多家公司在做耶 沒關係 他還是有AI採驗 還是有AI採驗 像什麼浪潮啦 或者說謎土啦 或者說很多公司 他一大堆阿里巴巴的生態系 華為的生態系 騰訊的生態系 一大堆 百度生態系 京東的啦 一大堆 欸 中國是他們也知道 未來AI是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中國也要發展啊 中國請全力 你能夠買多少東西 買這個多少GPU 買什麼全部都給我買 所以中國買了很多很多啊 聽說當時 你不是開了H800 A800的這個後門嗎 是 中國全包了 全包 你知道你事實上騰訊現在說什麼 我們現在有大量的庫存啊 他們就是啊 他們早就知道 美國有一天會這樣做 所以他們收集了一大堆東西 但是呢 沒關係 美國現在就是這樣 過去就讓它過去 你有的好沒關係 以後 我現在 我剛才講嘛 先斷你這個A800 H800 這種所謂晶片的後路 然後你要自己做呢 不好意思 我再把你斷 所以要等於前前後後 把你圍得密不透風 任何一點扣跡都不讓你活 所以我好不容易發展 這個AI大規模的產業生態 你會變成一片廢土 對所以啦 為什麼你看這幾天的時候 王毅就很生氣嘛 他就說什麼 我要強調 在人工智慧上 如果搞什麼小院高強的話 會犯下新的歷史錯誤 不僅阻擋不了各國的這個 這個科技發展 還會被破壞 國際產業鏈的供應鏈完整 削弱人類應對 風險挑戰的能力 欸 他特別挑 踢出來 GPU的高禁令 所以你就知道 欸 王毅說了這麼生氣 你就知道說 他這個AI真的是 打到了中國的痛處嘛 而且為什麼美國現在敢做這件事情 原來美國有一個智慧 他去做了研究了 做了研究了以後 他發現 之前 中國還在想 我在AI我有可能超英趕美 對 我還可能趕上了這個美國 對 可是可怕的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當CHABGPT形成之後 對 整個中國已經完成 完全不是美國對手 對 美國確定已經完全不是對手之後 他就開始嚇殺招了 對沒錯 事實上在幾年前的時候 AI的發展 事實上中美真的是差不多的 甚至連這個Google的前執行長施密特 因為他是被美國邀請到時候 就是負責美國的AI 所有科技產業的總統領司 他當時才說過 他說2020年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說中國的AI技術在2030年 可以超越美國 他當時說 那時候美國都很緊張 所以美國就說 我們要封鎖中國的AI 但是現在 已經沒有人這樣說了 連中國自己也說 我們根本追不上 AI沒機會了 沒機會了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CHABGPT 現在CHABGPT已經發展了好幾個世代了 現在中國呢 連CHABGPT的功能都追不上 那你更不用講 後續推輸的這個 這個完全都追不上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們都需要美國的晶片嘛 那美國現在晶片給你卡住 那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有最新的這個狀況 我們昨天不是講到嗎 大概約末是幾個月就十倍數 六個月就十倍數 每六個月十倍數的戰力 那你看已經拖了多久 拖了多久之後 你怎麼可能做得起來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的整個技術 已經是遙遙落後 整個美國的這個情形了 而且再這樣子打壓下去的話 它的AI真的已經出現了虧損潮 已經出現了泡沫化的危機了 所以沒錯 好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AI來說 中國過去一段時間 有非常重要的公司 叫韓武技 那韓武技來說 你看這韓武技的公司 它最近一段時間公佈財報 你看這是虧損 從2017年 2018 2019 2020 2021 越虧越多 那為什麼會虧損呢 事實上它 韓武技做的是什麼 它做的是晶片 過去呢 在美國還沒封鎖這個中國的這個相關的 武奈這個新進製程的時候呢 它其實虧的並沒有很多 但是後來開始封鎖之後 因為它沒辦法做出晶片 沒辦法 因為它要下單給台積電 下單給這個 國外的這個晶片業者 沒辦法下單之後 它就開始 不斷的裁員 不斷的裁員 你看 它現在 在去年上半年 2022年的時候 它的這個研發人員是1270個人 現在已經降到908 而且現在一直不斷的降 一直不斷的降 很多項目都說 我們已經不做了 放棄了 很多項目 做不下去了 不做不做不做了 那事實上 現在為止來說 韓武器整個這個實力相當相當糟糕 那為什麼這樣說 第一個 韓武器過去有一個叫做梁軍 梁軍它最重要是什麼 它是跟 它從華為跳槽出來的 那從華為跳槽出來的時候 早年 他們跟華為有一些相關的研究計畫跟合作 但是後來華為就說 那我要自己發展 再加上說美國對於韓武器 就直接把它列為說 AI的這個制裁對象之後 它拿不到新晶片 它就變成是 持續虧損 而且走不出泥鬧的一個局面 所以現在在中國的AI產業 你要不要就是虧損 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你所有的創辦人 一個一個去職了 對我們剛才講到 AI的這個晶片之一來說 就是韓武器 還有另外一個公司非常有 我們叫必任 而且必任 原本被認為說是 中國最有可能挑戰 NVIDIA的公司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在做這個挖礦機 挖礦機就是要有很多GPU 對 它的技術算是不錯 世界數一數二的喔 所以它如果把它轉成做這個 所謂NVIDIA的這個 它是有能力的 它有能力喔 可是問題是美國已經封鎖它 美國在去年開始封鎖它 封鎖它之後 它就開始沒有辦法拿到最限 它原本是下單給台積電 用所謂5奈米的技術喔 就被它美國把它封鎖之後 所以你說 台積電在發展晶片的過程裡面 不管是5奈米或是3奈米 對 最早的客戶都是中國 對 中國都有來下單喔 但是美國封鎖住之後 美國就發現到 這個不行 要把你封鎖 所以它封鎖之後 你知道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適當在過去一段時間 有非常多融資 就是找一些大股東 大股東都是國內 中國大陸非常知名的 覺得這家公司一定會紅啊 就被它現在怎麼辦 現在聯合創辦人焦國芳 還有聯合創辦人之一的徐玲傑 他們現在都已經離開了 因為為什麼 他們說啊 沒有這個閃能之後 我們還玩什麼玩 所以你看現在中國 國內 我就講 現在全世界在牆外的這個AI 是一片生龍火虎 你看台積電今天又創了 七百六十九塊的這個新高 全世界大家都在這樣 但唯獨你們不覺得 中國是相當相當的層級 跟相當的落寞 因為它完全玩不到這一場AI盛宴嘛 所以它就完全被踢除在AI浪潮之外 而且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封鎖 多麼無情 多麼殘忍 多麼凶狠 可以從一個例子看出來 我們這不是講嗎 當時像Porsche 很多像那個什麼 很多的車子 進到了美國的港口 就要被退回去 退回去之後就說 不行 你這上面有中國的零件 就把這些廠商嚇死了 嚇死了以後 他們趕快去 趕快去調查 才妙人 原來 這些 他們講的 這些其實Porsche的 這些很好的車子 只是用了一個小小的設備 這個小小的設備 在這個車子裡面 九牛一毛 這非常小部分 連這個都被美國抓出來 你只是因為這個零件 用了中國的零件 就被美國踢出去了 對 你就知道說從這個案子 你就知道說美國 到底對中國是多麼的封鎖 多麼誇張 這可能連這個 這台這是什麼車 Volkswagen他送到美國去的車 原本他運進去的時候 美國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你這一批完全不能進 Volkswagen當時來傻眼 為什麼 他說你們有一個這個 變壓器裡面的一個小零組件 這一個他還把這個批號都說出來 照片都找出來 這個呢 是中國一個叫四川經緯達科技製造的 對 那這家共識呢 是我們因為它有違反所謂勞動的 新疆勞動相關的 被我們列入實體清單 你居然有它的產品 結果呢 Volkswagen 這麼大台的一個機車 這麼小一個零件 因為這個小零件 車子就進不去了 而且 車子的話大概有十萬個零件 美國就找這個零件出來 那總之這個出來之後 Volkswagen自己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說我們查了我們的Tier 1 沒有 結果他是怎樣 包來包去包來包去 包了好幾層之後 有這家公司 結果他才發現的話 真的這樣 結果他就趕快傻眼 我說我們會馬上換 結果另外一個 人家現在又調查 因為在這個所謂 經緯達公司上面來說 有BMW的這個Mark 結果BMW馬上就說 我們沒有生產 就這樣 大家都多害怕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你就知道 美國對中國的追殺 到底多誇張 一個十萬個零件裡面 他居然可以找到 那一個中國的零件 好回程 剛才講你過去的飽食化產業 你說這個真的非常恐怖 是 現在不但是說你ESMO不能賣 ESMO就算賣進去了以後 你現在的零件的維修 你也不准賣 包括 你說那我就跟零件廠商買吧 我跟蔡司買 蔡司不准賣 包括我在做這個所謂的 設計過程裡面 我需要很多的光阻計 我需要很多的氣體 這些氣體也全部把你封殺 真的上窮必落下黃泉 更可怕的是 他居然把中國原來秘密建立了一個管道 這個管道是要跟西方世界來學 這個晶圓設計的比利時公司 這比利公司我們從來沒聽過 對 現在連美國都封殺了 是啊 事實上呢 美國現在應該說過去兩年 進行一個check for check for 就是要把什麼美國 然後日本韓國跟台灣聯合起來 建立一個排除中國的一個供應鏈 尤其在晶園半導體這個部分 那現在一步一步 所以為什麼日本在去年的時候 宣布有14項非常關鍵的化學品 不可以出口到中國去 就是因為美國老大哥一聲下令之下 那現在這一把手 可能連歐洲的這個後門都要關上了 為什麼 因為最新的一個外媒報導 他說呢 本來在從早從2011年2013年 甚至到2015年 歐洲有一個半導體研發重鎮 叫IMEC 這個單位 事實上它是非常多的國家 有70個國家 3500個人 都在這個IMEC的這個地方在工作 然後呢 他們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曾經跟中國進行一個合作 合作到就是說 有一些技術上 我們可以是互相交流的 甚至在什麼時候 2015年的時候 還成立合資公司 結果後來最新 所以你可以說 中芯還可以活得下來 華為還可以活得下來 是因為他們建立一個我們平常 沒人知道的管道是 他跟比利時的這個IMEC公司 從這邊學到最新的技術 現在也就是這個技術 變成了最後的這個活命要單了 但是可能也要被關上這一道門了 為什麼 因為更根據最新的媒體報導 他說這個IMEC已經開始轉向了 中國這兩個字 在晶片產業裡面 等同於是髒話 等同於是髒字啊 不可以有關係 有關係的話 馬上就會受到美國的壓力 直接告訴你 就是來到美國的壓力喔 而且美國的目的是在幹嘛 就是在切斷中國獲得先進晶片的管道啊 所以把話說得非常的清楚 美國現在施壓 歐洲這邊也要切乾淨 跟中國這部分的關係 所以在晶片產業裡面 中國就像一個髒字 對 沒人敢碰 對 而且你要知道 我剛剛特別提到這個IMEC 它事實上不是一家公司 它有點像是一個 研究機構的一個概念在 而且這個研究機構 每一年喔 是都從 歐盟補助1.34歐元喔 所以那時候他們有一點是要建立一個 就是說半導體世界的一個 瑞士中立國 所以呢任何國家跟我 只要有一個像技術相關的交換 原則上我都是可以合作的 所以你知道 剛剛我們提到 這家公這個單位 什麼時候跟中國合作 最 2011年他們已經有開始一些訊息 最重要的是 竟然在2015年的時候 有一個畫面你知道嗎 包括比利時國王菲利普 還有跟習近平 還有呢其他的一些相關的代表 竟然就跟 到中國去訪問 然後呢簽了一個合約 簽這個合約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有四方要進行合作 然後呢各自持股 什麼兩成三成的一個情況之下 要弄了一家公司 所以IMEC跟中國的一個合作 是比利時的國王 對 跟習近平 兩個人一起開會 一起簽下的這個協定 那簽下這個協定 現在在美國的壓力下 要把它給打叉叉了 是 這個合作要進行中止 而且你知道他們就說 他們是包括剛剛提到的 IMEC啦 中芯啦 華為 還有高通 現在連高通都在這裡面 成立這家公司 就叫什麼 中芯國際集成 機體電路公司 然後他們當時 IMEC的那個執行官 還說 我們這個合作 其實我們是非常看好這個市場 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們是要從14奈米 做這個合作的機台 然後持續往下 我相信這個基石 將有利全球的這個機體電路發展 記得他們的合作時間點是什麼 是2015年 所以從2015年一直到現在 已經過了幾年 過了9年了 為什麼突然喊卡 就是因為發現美國現在一步步進兵 這個整個亞洲整個美國這邊 已經確定說不能跟中國逃來 暗去之後 連歐洲這個門 也要把你給關上 所以呢 現在大家都在講 那中芯呢 中芯還好嗎 中芯現在狀況如何 現在最新的一個報導出來 啊他們的報導是說 對我們中芯還是 從7奈米繼續向5奈米挺進 我們現在量率 中芯也搞5奈米 他現在他們報導說 我們現在向5奈米挺進 而且呢我們現在是 那個大概量率是在5成左右 可是我跟你講 關鍵就在他財報當中 因為很好笑 他說2023年 我們業績不好喔 然後呢 營收只有63億啊 比2022年少了 可是你看那個圖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看他的一個 晶圓收入裡面的分析 你會比較藍色的2023年 跟那個最右邊的2022年 第四季度 你會發現什麼呢 就是電腦跟平板 2022年的他的營收佔比 只有19.9% 現在拉高成30.6% 然後呢比較先進製成的 包括護聯啊 跟可穿戴的啊 還有汽車這個部分的 從2022年的12.3% 然後降到現在的7.6% 中心前途堪憂 好 所以董事長 現在美國這個東西也太狠了吧 人家東西都賣了 到以上也要給人家負責維修 結果現在不可以提供維修 不可以提供這個所謂的零件提供的服務 現在王毅講的說 你不要給我搞什麼小面高牆了 對 為什麼美國在這時候突然間 突然間連這個已經銷售的 艾斯莫的設備 包括這個售後服務都全面進行 對 理由何在 理由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應該影響不大嘛 因為所有的高階半導體的控制 包括軟體啊 包括NVIDIA 這個部分 美國已經完全掌握了 而且絕對領先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今天7號 這個王毅的記者會上講的這個 批評美國對GPU的禁令啊 這個NVIDIA的東西 對 就是它A100嘛 對不對 所以他講的是什麼 他說你不要在AI方面也跟我搞小院高牆 對 那些美國是什麼 美國就衝了AI給他搞小院高牆啊 就是封鎖你啊 可是我現在不懂的就是說 你第一個 王毅為什麼要公開講這個事情 他公開喊話什麼目的 什麼目的 我給你公開喊話美國會放過他嗎 不會放過 那他講話幹嘛 他說自步其短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對 一定他有別的目的嘛 對不對 因為他知道美國在封殺他 有一定有 不光是經濟一定還有政治目的 那第二個問題我請教你一個問題嘛 為什麼艾斯摩的舊社被他管制他 這個跟這個影響不大嘛 沒有先進制程的啊 對 可是沒有 就是毀掉你的 你的這種所謂的傳統制程也一起 一併跟你毀掉嘛 那你根本一點機會都沒有嘛 這自他於死定你剛剛講的 對 或是他是有等的要談判用的 他這個因為 你說美國要等的談判 我問你很簡單 荷蘭為什麼聽他的 荷蘭為什麼聽美國的嘛 因為荷蘭原來這部分已經答應喔 而且這有簽了合約喔 這個合約下去的話 如果不能做的話 荷蘭是要賠償喔 對 所以荷蘭當時這個事情 特別跟美國跟聯盟都協商過 說我已經賣出去的東西 我要繼續完成我的合約執行 那個合約是長達20年以上的合約 長期的保養的 所以那這個時候 而且中國的工程師他有 長期他有一個分公司在那邊 幹這個事情啊 他連這個都幹啊 對 所以表示什麼意思嗎 因為很簡單 7號 所以這兩天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注意看一個重要的事情喔 因為美國的共和黨 跟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都出來了 大致上通通確定了嘛 拜登對川普 拜登對川普 這個局已經成型了嘛 在成型的時候大家怎麼辦 看誰比中國 看誰比中國狠嘛 誰殺的狠 誰就是老大嘛 所以要開始就對中國出招嘛 所以難怪之前 紐約時報還有華爾街日報講 今天不管川普還是拜登 最大的輸家是中國 所以他開始 兩咖開始要進入耍狠的階段了嘛 所以一定是要找中國麻煩 是主要政策嘛 中國在支援烏克蘭 所以這戰事就變成 讓這個普丁有這個反轉的可能性 而普丁也現在幹掉政敵 要準備連任了嘛 整個情勢對普丁有利 所以歐洲先面臨到絕大的威脅 然後川普再一出來的話 撥款就停止了 所以這個事情大條了嘛 這個開始的時候 天翻地覆的變化開始 你看它兩個動 你這個圖上有兩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荷蘭態度堅定了嘛 對 荷蘭帥 他們沒有答應啦 但是我覺得過行天不敢假笑 比利時已經跟著走了嘛 因為這小國不敢動 最重要大國你看 現在德國開始 它跑去跟美國跟著聯盟多談 對 因為很多的化學材料 是德國可以給的 不是 還有更嚴重的問題 德國現在面臨到一個 產業衰退的問題 德國的AI全部落後耶 所以它要跟聯盟多談 因為它現在德國的GP 德國的軍人 它的軍事預算 已經在調高到2%以上 甚至往3%去邁進了 而德國最近這兩天 幹了一個爛事情你知道嗎 德國的長程導彈 他消之不願意賣給烏克蘭這個事情 已經變成整個歐洲炸鍋了嘛 他不願意賣的理由更離譜 他說因為 他的整個編程後台的作業 要德國的軍人 到烏克蘭的戰場上去幫他操作 然後這種事情 結果搞得變成跟美國不一致 對 所以這個現在德國 現在跟美國的矛盾也不願加深 然後現在有個共同的敵人 現在變成 所以變成美國在威脅歐洲的盟邦 重新整合起來 對付誰 對中國 對付誰 所以你看到沒有 整個全部的策略 因為他內部的選舉 因為他歐洲的矛盾 還有中歐關係的挑戰 現在通通開始了 所以他全部集中火力 一起要置中國於死地